來關心這個滷油的這個 介紹一下機會 七月份啊 挑戰這個二十間這個滷行車 他們的網站上面 所下這個滷油的行程 發現民眾所開的錢 可能比他們上面下 還要嫁 很多 兩國的蘇格 很多民眾的幾位出國滷油 像這個滷油網站看看 很多團費都很多來嘲笑 不過等你看 發現這個實質的 介紹時說的介紹 常常不一樣 有 會被欺騙的感覺 會覺得怎麼樣 會覺得不想買而已 小機會在七月期間 挑戰二十間滷行車 廣泳網站 調查這個三民介紹的狀況 結果發現 介紹有企 這個二的滷行車都總十四間 甚至沒有調查發現 二十間入職有超過一百億 像滷行車 實質的消費都比 溫暫的介紹更高 小機會點名 當然滷行車 忘了表明一萬四千九百塊 企業 但是介紹的亞民是 兩萬兩千九百塊 企業感到騙去 東南旅行車這個部分 它在首頁的部分 針對什麼大江戶溫泉 這個部分它是標示 一萬四千九起 但是點進去以後 就同一個商品的 一些大江戶溫泉 而且是五日遊 卻變成兩萬兩千九百元起 那目前這個部分確實是標示 有前後不同的情形 對著網路通編為介紹 當然 旅行車中 就是他開會 做理由 沒有歡迎 就是許副董嗎 回應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網路 那個標價的 這次的調查 二十幾年 也有高見路應車 在介紹面 中 寫到現場 只能讓你參考 那就是 以當地路應車 安排為主 消極的表示 路應車 夾在網頁 寫這種 沒有確定的 用意 違反到 國外路由 定性化的 合約 應該記載 那就是 不可以記載的 出行規定 如果實質路由 內容 開始參考 的不一樣 可能 涉及到 公國無努 違反到 公平 高月 兩千五百萬的法款 記者走不走